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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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这个时间大家思考或者探讨通往净土的解体 这是我们佛教当中讲 它是净土法门的修行 这种修行法实际上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大多数应该是佛教的 也有一些有其他信仰也有一些可能还没有真实的信仰这是对佛教或者说对其他宗教有一种爱好 不管是怎么样 我想是人类整个大体的利苦得乐都是相同的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大家共同最求的目标应该是一直的 那这样的话 今天我们通往净土的解体方面有什么样的因缘呢 我自己认为今天我们在这里思考的这个话题呢 跟我们在这里有些特殊因缘有着相当殊胜的缘起 今天我们这里也就是说这个话题实际上就是所败了 这是一个净土法门的演讲也好 探讨也好 学习也好 可以这么成功 那么净土法对我来说应该说是一辈子当中非常有信心的这么一部法 今天刚好我们拉荣佛学院也是一年四季当中有一个法门 四大法会之一的极乐大法会 这个极乐大法会是今天应该是再过一个小时吧 在举行 今天是第一天 我们在座的各位当中有些可能去过学院 有些虽然没有去过但是应该知道 拉荣佛学院如今对佛法也好 对整个培养人才方面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所以我想今天的缘起其实并不是大家共同这样创造的 刚开始可能主办佛教团体也没有特意按这个时间来进行举办 我也没有特意想我们今年开极乐大法会跟洛杉矶的佛教团体一起 共同同一个时间当中举行没有这么想 但是昨天好像我在发微博的时候我就觉得 哎 怎么我们的通往净土跟拉荣的开发会变成同一个时间 很奇妙 我有这样的感觉 具体怎么样呢 当然你们这方面的因缘和缘起有些人可能会相信 有些人不一定相信没有相信也没关系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 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这一点完全对我来讲也是可以能接受 那么今天在座的各位按我的思维方式 很多人都是佛教徒 没有信仰的话 我觉得也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宗教的信仰 的确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当中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 而很多地方确实宗教的信仰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我们对除了世间生活 金钱 朋友 以及社会各种各样的关系以外 没有其他的今生上真实的信仰的话 到一定的时候自己的生活可能比较空虚 这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许许多多的一些实力 因此希望有些应该也可以思考一下 完全是可以 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任何信仰 但是你到一定的时候 我看到过很多人没有任何信仰的话 尤其是人老了 尤其是他遇到生老死病的 实质性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非常无理 非常难以描述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具有信仰的人 在这样的场合当中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么我们提到通往净土的话 具合大家都知道 所谓的净土法门 实际上在座的很多佛教徒 都以前多多少少遇到过净土法 那么我们藏传佛教当中的净土法 跟汉传佛教的净土法有没有什么差别呢 我认为在不同教法的传承和仪轨当中 也有所不同之处 但实际上可以说是殊土同归 应该圆融无畏 没有实质上的一些香味之处 这样一来 我们要知道 到底它对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比如说 汉传佛教当中很多大德提倡念佛 念佛当中也是有十相念佛 十相念佛等 有四种方法 而藏传佛教也同样有忆念佛的修法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汉传佛教也好 藏传佛教也好 其他的许多修行 在某些仪轨和仪式不同 我们不能认为是舍弃一步法而建立一步法 这样做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就像我们离开美国 去往印度也好 去往中国也好 你所乘的飞机是美航 美国制造的也可以 只要你离开国家 越过大海 非常安全地能到达彼岸的话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那么任何一个法门 实际上它是一个正法 依靠它离开了轮回 而同时达到你所要的目标 目的地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因此在某些不同的法门和窍诀 或者某个上师的说法不同的时候 我们作为佛教徒不应该放弃一个 舍弃一个 这种行为实际上在修持净土法门当中是不太合理的 因此我们先应该要知道 我们一定要有一种 了知一切法法融入一体的这样的正见 有了这样的正见的时候 我们才会修行更好的法门 那么说到净土法门对我们人来讲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实际上净土法门的确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在座的各位所有的人到最后也会离开这个世间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所有世间当中的民意也好 利益也好 财富也好 包括我们自己非常执著的身体也会放在这个世间当中 而离开我们这个世界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一个把握用其他法来维持 而安详地去往自己的这种地方 那有些人的确也是依靠其他法门来获得解脱 有这个把握和有这个机缘 而有些人来讲的确也是没有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净土法门是非常渐辩一行 眼见一给而且具有深奥窍诀的 这样一来古达的不管是藏传佛教 印度的 还是在汉地的 还在其他不同的民族 和不同的国家当中的这些前辈大德们 对净土法门是非常重视 以前《藏传佛教》当中你们可能也听过 恰美仁波切 他是《极乐愿文》的作者 他在这个愿文的开头都讲到了 他说 这个净土法门非常重要 这个窍诀也是所有窍诀当中最深奥的 他自己对所有的修行当中 把净土法门作为最重要的修行方式来行持 他刚开始原来是发愿往生到毒水天 每天都是念弥勒法院文的 到后来的时候他发现 如果转生到毒水天的时候 实际上也需要跟其他难赞不足的众生一样 需要有生老死病的这种 或者说在轮回当中还要不断的 扭转和生死的过程 然后他感觉到在轮回当中 生死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这样一来 他发愿最后还是往生极乐世界 然后一直念《极乐愿文》 他自己所造的《极乐愿文》非常美 我们现在学院每天念开极乐法会的仪轨 也是乔美仁波切的仪轨 我们在座的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以前有过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也希望以后应该有 具有金刚语的 具有殊胜价值的金刚语的仪轨或者是法本 作为自己的依据来进行修持 这是我们有生正念当中应该是最重要的一种行为 这样一来 我们大家都知道 其实人真正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最关键的需要有一种修行上的把握 昨天这里很多道友带我去环球城 在那边 专门有一个地方去 相当于提念死亡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 这个 叫什么 僵尸再来 僵尸再来 妈咪 哦 妈咪哦 对 僵尸再来 就是那个地方啊 好像一下子就撑下去了 撑的时候是不是死了 会不会 如果再下去的话可能真的会死吧 还有一个 金刚异性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形象 其实这应该是死的时候有很多恐怖的烟螺冲到你的 这种形象呢 当我们每个人死的时候 就是独自 独自面对生活的时候 看我真正有没有把握往生极乐世界 或者我有没有把握安住在自己所认识的本性当中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这是一个 我们现在对修行的方法有这种修行 但是死亡的时候 我们去训练 我们去磨练到目前为止 现在很多科学虽然发展 但修行人在这方面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都会发现 不知道你在这个世界当中能活多长时间 当你真的离开的时候 会感受到各种各样的 就这样的恐怖 当你遇到这种恐怖的时候 其实往生极乐世界对我们来讲 的的确确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首先跟大家也说一下 这个往生极乐世界是真正超理轮回的 唯一的非常简单的 这么一个殊胜的方便法门 无论你是修汉传佛教的 藏传佛教的 这方面没有任何差别 你不学佛 不想修行的话 也许从众个别的道理不一定会认可 但不认可也不要紧 你不要轻易地去诽谤他 如果你轻易地去诽谤 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你如果真正是有一些道理 有一些你有非常确凿的依据的话 我们佛教从来不会说是 你们不能帮我 不会这样的 我们完全是可以面对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 你本身都自己没有研究过 然后你要去诽谤 你要去诋毁 有一定的困难 你如果真的要对净土法门或者佛教的任何一个道理 你要去否认它的时候 最好是你先研究一段时间 然后你再进行对它评论 这样以后 你说的话就非常适合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也希望对净土法门方面 有个别的一些疑惑或者甚至邪见一定要断除 要断除什么样的邪见呢 现在有些人认为 学净土法门的人可能只不过一些老太太 老公公他们的法 我们年轻人 我们知识分子 我们学者 不需要学这些法门 这种说法也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虽然你现在是年轻人 但人的青春很快都会消失的 实现无常很快的 即使你还没有老 但是你年轻的时候也很有可能 以各种车祸 以各种自杀 以各种疾病也会离开的 当你离开的时候 往生净土对你来讲 超越一切的 最好的一种方法 所以我想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老年人的修法 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在我们藏地来讲 不管是年轻人 老年人 所有的修行人是从小念诵阿弥陀佛 非常重视的 包括我们佛学院最近开法会的时候 不知道网上有没有 你们方便看看 那么多年轻人 一般开法会的时候念阿弥陀佛的心咒三十万遍 我们阿门德沃阿弥陀的红石 这个是非常有加持的 这个会念三十万遍 在七八天的时间当中会念三十万遍 但是这个念诵者和发愿者并不是 我们汉地个别的一些道场当中念阿弥陀佛 可能老年人比较多一点 所以因为这个影响有些年轻人经常看 学佛的人是老年人 念净土法门的人更是老年人 自己念阿弥陀佛多不好意思啊 我退休了以后 老了以后 即使我学佛 即使我念佛 我老了以后才念佛 有这种感觉 但这种想法是不合理的 在我们藏地来讲 从小都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从小都是会念佛号 修行佛号 我们不能认为这是老年人的一种修法 然后还有一种 我们个别的一些人以前学过金刚经 以前学过冷眼经 甚至在学过其他的一些空性方面 大家都知道 在佛教的一些空性方面当中 宣讲了一切万法皆空 那这个时候 用一切万法皆空的道理来 就觉得往生净土世界是没有用的 一切万法都是空的 有些人是以空性的语言来 开始不修行 这种说法也是非常不合理的 虽然一切万法在究竟思想的意义上面 的确也是所有的即到过 或者说所有的万事万物内外的一切的一切法 没有一个不空的 全部都是空 而并不是它是一个单空 远离四边八戏的 但是在没有证悟这种境界之前 整个万事万物以如梦如梵的方式 依然实实在在存在 所以当我们没有到达真正最高的境界之前 最好不要诽谤民言当中的所有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甚至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想想细细的 所有的你的行为和你的这种 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吃饭 走路 说话等等 这些是我们不能否认的 如果你否认了这些 你说一切都是空性的 我晚上不用睡觉 白天不用吃饭 上班也不用 开车也不用 堵车也没有 这样你空性的境界来什么都否认的话 恐怕现在还没有到达这种境界 即使虽然是空性 但我们现在的生活存在 说明极乐世界照样存在 所以这些我们在修行当中 的确也是有一些不太合理的说法 还有一些人认为我们是学净土法门的 那么包括我们世间当中的一些其他的禅宗 其他的包括密宗 其他的一些宗派 对我们的净土法门没有关系的 我们不需要学习这些法门 不需要了解这些法门 那这种说法实际上也是不合理的 我首先应该很明确地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现在在修行净土法门的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有些人因为他从来没有光闻剥削 因为没有光闻剥削的原因 自己好像觉得只要念个阿弥陀佛就可以 其他都没有 其他都不用修 而且甚至跟其他的法门 非常地有一种排斥之感 看不起 这样我念佛就可以除了念佛以外 几乎都好像不是正法一样来对待 那这种想法是不合理的 在座的应该知道 往生极乐世界最重要的有两个大障碍 有了这两个大障碍的话 不管是什么人念什么样的佛话 他都不能往生 那两个障碍呢 一个是舍法罪 还有一个是造无间罪 我们在座的人一定要非常地要注意 否则 我可能一辈子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但是在无形当中 因为自己的无知 因为自己的傲慢 因为自己的烦恼深重 等等各种原因 也许可能我制造了 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两大障碍 那这样一来你死了以后能不能往生呢 绝对也是不能往生的 其中我刚才所提到的舍法罪 舍法罪是什么样的罪呢 也就是说当我们发愿这样的 往生极乐世界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不起其他的佛法 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有显宗 密宗 显宗当中也是有圣文成和大成等等 那这个时候在《弥勒情文经》 还有其他的经典当中非常明显地说了 有些人因为以傲慢自信 认为此法是殊胜 认为此法是不殊胜的话 也属于舍法罪当中 那这样非常严格的 因此如果我们学净土法门的人 也是对某个法不合理的 某个法不要修 某个法对我们来讲是没有必要的 那这种说法实际上非常危险的 因此我们法王如意宝 金面鹏作 他也是经常实现 让我们多忏悔 否则他也是在年轻的时候经常喜欢辩论 而辩论的过程当中 无形当中很有可能诋毁过 其他宗派的一些法门 所以他在晚年的时候在现象上非常害怕 我相信他老人家的确也是个大成就者 不一定有这样的情况 但实际上对我个人来讲 气发非常大 我也想过今后不管是有没有机会 所谓的弘扬佛法 但这个过程当中前往不要对其他的宗派 其他的上师 其他的法门进行有意义的诋毁 无意义当中也有可能会造罪的 但是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座的很多佛教徒 我以前也是经常看到过一些学净土法门的 但是他们特别爱排斥其他的佛法 而且自己互相内部也不搞好团结 好像我们修行人的心越来越狭窄 特别特别 比一般世间人还要厉害 稍微有一点点事情不高兴 对除了自己的忠心和除了自己的上师以外 谁都不认可 好像在他面前连一个基本的时间团体都不如一样的看待 那这样的话很危险的 所谓的设法罪非常容易的 从大的方面来讲 我们对释迦牟尼佛的那个教法 这个教法是不合理 进行派斥和诽谤 这是设法罪 从小的方面来讲 除了自己所修的以外 其他的宪法 密法也好 或者其他各派各教的这些教法 我们最好不要去诋毁他们 去舍弃他们 去舍弃的话 那是谤法罪 你就没有希望往生了 第二个极乐世界的障碍就是造五无间罪 大家都知道 杀父亲 杀母亲 杀阿罗汉 杀阿瑟利 还有除佛生血 这个五无间罪从总体上看来 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不容易犯 除了极个别的可能有杀父杀母的 或者杀上师的这种有 但是我们可能与他比较接近的 一些罪业也会容易出现的 作为发愿者也应该注意 你如果对父母 对父亲天天不孝顺 不恭敬 就是跟吵架 对母亲也天天吵架 然后对上师经常诽谤 对圣者也是不恭敬 损害他们 对佛陀虽然现在亲自的 佛出生血是没有的 实际上跟佛的身相不恭敬 诋毁 染污等等 这样的行为实际上也是成为 我们修行当中的一种障碍 接近五无间罪 还有其他的论典当中也是讲了 对三宝的所以不恭敬等等 这些都是成为接近五无间罪 因此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 修往生法的人也要非常注意的 我很希望大家要广闻博学 我们佛教徒无论是在任何场合当中 作为佛教徒也要去学习 因为佛教是一个非常系统的 具有逻辑性的这样的一种智慧教育 那这样的智慧教育 我们佛教徒自己没有接受 认为是自己佛教徒 而给别人宣扬的话 好像我们更成了一种 怎么讲呢 不是珍贵的佛教 有点迷信 我们一所佛教 天天都是算命啊 打卦啊 或者说 互相说话过程当中 也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佛教徒有没有水平呢 如果有水平的佛教团体呢 他们都经常讲一些佛教教理方面的道理 同时也会讲一些真正的修行方面的道理 而佛教团体没有水平的 非常形象的这些人 经常在交谈过程当中 他们会讲什么呢 整天都是讲一些甚深道道的 怪怪的 要么说梦啊 要么说神通啊 这样那样的现象 他们并不是会讲一个非常系统的 珍贵的教理 这就是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 因此在学这种净土法门的时候 的确也是它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一种教法 但是这个教法修的过程当中 我们佛教团体总的来讲非常要值得注意 像在美国这边我不是特别了解 尤其是洛杉矶这边听说佛教团体非常多 学佛的人也多 学净土法门的人也是多 但是我这次世间关系就很想了解你们的这种状况 你们是真的是有基础的 有信心的 有智慧的这么一个佛教团体还是比较形象的 平时也是对佛教的教理并没有去关注 偶尔去热闹 开个法会 然后非常形象地烧个香 拜个福 说别人的过失 一会儿说是非常非常地 佛给我加持 现在很多比较刚开始学的这些人 整天地说自己的境界 今天我做梦 佛给我加持 今天我是得到什么什么的 比较超越的 就是这种好像谁都不相信的那样都说得比较多 如果学佛学得越来越长到一定的时候 哦 原来所谓的成就也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退失也不会那么容易 这个时候你就比较沉淀 稳重 这时候不管怎么样自己的修行也会有次第的 也会有理论的后盾和实修的引导 在这种情况下学佛是比较安全的 也是比较稳妥的 否则现在的确在大陆刚开始很多佛教徒非常的迷茫 在国内也的确有一些不是很珍贵的 学习 不学习 不好好修行 每天都是有一些所谓的泡泡居士 就跑来跑去开个法会 不好好学习 每天都是带着一个黄色的包 然后到处跑 寺院里面 这叫泡泡居士 泡泡和尚都有 我是可能泡泡和尚吧 总的来讲我是一直这样认为的 我们现在在很多宗教当中有些宗教有他们的教理 有研究 有学习 有自己的实修 有些宗教只是一个维护自己的正义和观念 而没有特别深奥的一些理论体系 但我们作为佛教徒 我多年以来对学习佛法方面有非常大的信心 所以如果佛教徒真正去研究和真正去学习 那教义上面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不仅仅是佛教徒 甚至全世界非常顶尖的科学家 他们学习 其实他们也是在生活当中的很多迷茫 也依靠佛法的智慧而接触 这一点并不是我们自己自占回答 不是这样的 但应该是实实在在地 我们去研究的过程当中会发现 现在人类许多非常神秘的道理 依靠佛教的理论进行去瓦解和去探讨的时候会发现出来 这一定是非常合理的一个事实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座的一方面人生是非常难得 即生当中具有这样的一种因缘也是非常不容易 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去学习 探讨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样的时候我们刚才也讲了 我们先应该接触修行净土法门的这些障碍 我们对其他宗派的排斥自身当中的业障要忏悔 这样按照我们学院的一些规矩每年都是忏悔 现在汉传佛教当中也是依靠八十佛 依靠各种忏悔的方法来自身清净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按我们藏传的有些佛法 念百字明 念金刚萨赌等等 通过这种更多的忏悔方法 将以前自己所造过的罪业得以清净 然后再进行 开始修行 而修行的话 今天因为世间关系 如果我们要多讲一点 关于往生净土的一些效力 我也在这方面有兴趣 因为今天讲个课我产生了一个新的兴趣 不是这样的已经很多年以来 我也包括往生净土方面的净土三经 净土五经 这些也讲过很多次 同时像观经有个别净土法的经典 从汉语翻成藏文 这样我自己在这方面下了一些功夫 也有一些稍微的经验 但我们归根基地今天在座的人 如果你要想将来往生极乐世界 不管是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还有其他一些大德们的教言来说 我们必须要具足往生的适应 这是也许可能其他的老师给你们讲过 也许没有讲过 那这方面没有什么不同的 因此我们今天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 往生极乐世界 每个人能不能往生呢 其实是可以能往生的 看你的信心 看你的这方面有没有心愿 如果你愿意往生 应该是可以的 而往生净土方面它并不是因为有钱才可以往生 没有钱不能往生 因为你有地位才可以往生 没有地位不能往生 如果来美国可能跟钱有一定的关系 不然买不起飞机票就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往生的话 你只要有信心的话 这个信心实际上是它的最根本条件 所以我们的人不分的 年轻人也可以往生 老年人也可以往生 富贵的人也可以 穷人也可以 那么有智慧的人也可以 没有智慧的人也可以 原因是什么呢 依靠自己的信心和阿弥陀佛的愿力 因缘具足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往生 首先我们对净土法门应该要产生一种信乱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可能有个别人 觉得有没有那么简单啊 会不会这样啊 如果这样想的话 可能还要进一步地去大量所谓的闻思修行 因为现在我们光念一个佛话 光念一个行咒 的确不能占断我们的分别念 其实我们的分别念很重的 你们可能有些人从小的时候先不学佛 然后学了佛以后 还有许许多多的一些忘念 分别念 华语 猜测 这个不合理 这个不合理 而且我们的肉眼也看不到什么 我们的肉眼也听不到什么 我们的分别念也是其实想不到什么 如果真正用一种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一个人的流失非常有界限的 我们不能认为因为我不相信才没有啊 这是非常古鲁寡文的事情 一个农民他也不相信科学的发展啊 美国所有的高科技农民他从来没有学过科学 他肯定不相信存在这么大的房子 尤其像我在的那些地方全是一辈都是 过在一个小小的帐篷里面 他连一个现成都是有些没有去过 我原来接触过一个牧民他说 我没有看见过两层楼以上的房子 他当时在山上一般都 现在可能他看见过 我跟他接触的时候大概十年前吧 他说我这辈子没有看到过两层楼的房子 他都不太相信我跟他说有好多层房子 他说不相信你再说也没办法 我不相信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的智慧和自己的眼睛 自己的根实非常有限的 现在有些人说 我不相信 其实你不相信对你个人来讲是可以 但实际上你不相信不一定是一个智慧 不相信当中有两种不相信 有一种不相信你因为通过多年的研究 最后就认为这是一种迷信 不合理的 我不相信 所以你有发言权 你可以说不相信 但有一种他自己都是 只不过是在这方面没有去研究 只是你不相信而已 这种不相信完全都是没有可靠的依据 所以我们作为佛教徒 现在如果有怀疑的时候一定要光闻不学 监督时光 这个时候很多怀疑的网自然而然解开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想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个是 《往生净土的因》当中明观佛天 明观佛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时时刻刻 经常都是要观想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从这里在西方无数世界以外的地方有个非常清净庄严的插头 就像《弥陀经》和《观经》里面所讲的一样 而这里具有享好圆满的 端正功德的 一面耳壁的阿弥陀佛 绳色红色的 那他的作为以观世音菩萨和大势智为主的 成千上万个清净的眷属 而他们日日夜夜地注视着我们 加持我们 慈悲着我们 我们设计发愿往生一定会能到达那样的世界当中 那这样的明观佛天实际上我们心 诸 作 我 时时都要去观想 并不是因为我明天要死 我今天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不是这样的 其实修行应该融入在生活当中融入的 现在世间人怎么样呢上班就是上班 做家里的事情就家里的事情 好像完全跟修行没有什么关系 一个礼拜当中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我去修行 除此之外 我看你们最大的毛病就是 生活不能融入修行 修行不能融入生活 这是最大的困难 像很多藏民他们没有像你们这样很聪明的智慧 但是他们经常放牛也好 吃饭也好 经常拿着念珠 经常观想 在他们的意识心态当中 无论到哪里去坐车也好 走路也好 经常有观修的习惯 经常念佛的习惯 那这样之后你生活就变成修行 修行就变成生活 非常容易 你不一定每天都要特意出来 我看你们很多人平时开车的时候从来不想 开车就开车 上班就上班 所有的事情全部处理完了以后我再修行一下 然后假装的 规规矩矩的坐一会儿 那这个时间非常短 不叫真实的修行人 所以我们如果生活当中真的想修行的话 我随时都可以走路的时候也可以观想阿弥陀佛的清净刹多 然后吃饭的时候也可以观想我所持的所有现行 供养极乐世界所有阿弥陀佛为主的十方三十诸佛 然后我睡觉的时候也同样的我去阿弥陀佛发光在我里 可能我们有些时候想那么不可能吧 极乐世界那么远我在这里观想的话能祈祷作用 这就是我们的分别念而想法 麦彭仁波切也说过其实清净智慧的佛陀就像是 月亮虽然在高空当中但是有清净地睡起的时候 自然而然月影显在里面 同样的道理我们随时观想随时就是佛无处不在的 所以任何一个有信心的人面前佛就是在那里 你即使没有信心的话那你怎么样祈祷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晚上也好 白天也好随时去观想的话 这个叫做明观佛天第一个因 往生极乐世界千万不能忘不然你到时念几个佛号 现在有些人接近要死的时候自己也念几句佛号 别人也给他诸念几句佛号就完事了 但这个能不能往生我还不敢保证啊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希望生活当中经常会修观阿弥陀佛的习惯 然后第二个是积资净障积累资粮 净除障碍 那么积资净障一般来讲有七支供的方法 就是供养 顶礼 随喜还有忏悔 然后请佛转法轮请佛和上师不要涅槃 最后回向我们平时讲的七支供 经常规矩 经常顶礼经常随喜别人的功德忏悔 还有十方诸佛菩萨包括三知识门 清转法轮 这种善根回向我们七支供当中经常是有的 这是极致经常如果这个归纳出来 那么你就尽量做一些福德和智慧资粮 经常 我刚才讲的一样 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肯定有很多罪业 要净除这样的罪业行持善法 现在有些佛教徒经常加一些空性 讲一些大的法语而不做好好的修行 甚至我看有些世间人他们也是相信因果 做善事 非常好的 我们佛教徒往往都是说一些大话 我最不爱说大话的一句话 全是空性的 不要做什么事情啊 说空性我也很喜欢 修空性法门当然有功德 但是你如果把所有的资粮全部否认 那是不合理的 我们从点点滴滴 世间人当中也有些人确实是 一个点滴的消失当中积累非常大的资粮 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那天我看到一个你们美国这边吧 有一些人专门看有些人的行为 五十元美金在路上看看谁见 后来有六十多岁的一个老太太 而且没有什么家产就她见到了 她见到之后把这个送到银行里面 她自己没有保存 后来记者采访她的时候 她怎么说的呢 她自己其实非常穷的 银行卡上面有十美元 她自己身上有七美元 对她来讲五十元应该是非常大的钱财 但是她没有用 最后记者问她的时候 她说 我们作为人应该多做善事 我从小的时候母亲告诉我 你千万不能偷窃 其实路上见到的话 不知道美国这边 我当时想美国这边也是 路上见到的也算是偷窃嘛 跟那边有点不同但不管怎么样 她是后来他们觉得很感动 五十元给给她的时候 她才接受 其实世间当中不知道她有没有信仰 我还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作为佛教徒 有没有点点滴滴的机子进藏这样的行为 尤其是我们学净土法门的 往生净土的这些人 在自己的行为上一定要积累资粮 什么都觉得我这样念一个阿弥陀佛 什么都完成了 连一点点的布施 一点点的积累资粮不愿意 我看到有些国内的老菩萨 他们很虔诚 经常跑到寺院 但是他们又特别吝啬 又特别执着 对钱 对自己的儿女 家庭 特别执着 很自私 这样能复往生很难说 其实佛教真正的概念和修行 越来越心要开放 越来越包容 这是很重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急着进藏 从现在开始你真的想往生 要应该各方面依靠七指功来修行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呢 第三个因就是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可能在座的人大家都应该知道 修行往生净土法一定要想到 我一个人往生到清净刹土可能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 我是为了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而实现成就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依靠阿弥陀佛的大愿力 我自己的这种大信心 以此这种因缘让我往生到极乐世界 我们发愿的唯一目的应该是以这样的前提下进行发愿 所以现在有个别人也是经常这样讲 我只要自己往生就可以了 其他众生就不用管了 这种说法是汉传佛教当中个别也有 藏传佛教当中也有但这确实是不合理的 往生极乐世界一定要发大愿 要发为众生而往生 不能想 我自己因为某个目标而往生 那这样不能往生 以前《贪论大师往生论》的诸记当中也是有 有些人不发菩提心 如果你没有发菩提心想往生也不能往生 这是汉传佛教的究竟教义 《贪论大师往生论》我以前也看过 写得很好在汉地非常有名的 其实汉传佛教当中有很多的菩提心 前一段时间我看过一个叫做《出圣菩提心经》 是随少时候翻译的 这个经典当中都讲到要断除世间当中的 比如说傲慢 愚痴 各种各样不好的心态 都要发愿 续发菩提心 你们方便的时候应该好像网上也有 看看发菩提心的这些包括《入菩萨心论》 这些我希望大家要学一下 否则我们佛教徒特别自私 根本不会为众生想 只是自己呢 我们每次开法会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烧香 在北斧 念阿弥陀佛 我也去过很多道场 汉传佛教的藏传佛教 但有些道场确实也是念阿弥陀佛 念《弥陀经》 念经声音很好听 威洛师的声音也听 但是只是在唱歌而没有发心 只不过声音好好听而已 实际上有没有功德呢 有功德 就像歌手念阿弥陀佛唱歌一样 我们每一个老菩萨都变成歌手 都唱阿弥陀佛的这种心境 但实际上它真正成为往生的音要发菩提心 因此我们学佛的人怎么样发菩提心 发愿菩提心 心菩提心 生意菩提心 世俗菩提心 这个我在这里不讲这是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很重要 因此希望很多人的确可能在即生当中 遇到大乘佛法时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此要以菩提心来摄持一切的善法 如果你没有菩提心来摄持善法 归根基地还是成为人天法或者世间法 什么是世间法呢 所谓的世间法现在有些人经常求平安 求健康 求无病 求幸福 求这样 归于佛 归于佛或者念佛 这种行为基本上是一个世间法 而获得人天法 我将来变成一个很好的幸福的人生 我将来变成一个很好的天人 天堂 转生到天界当中 这样的想法实际上是人天常 从来在自相续当中没有想过处理能辉 从来都没有想到为了利益天下无边的众生 这样的话小乘法和大乘法都受不了了 所以现在全世界的很多佛教徒 自己认为自己是大乘佛教 但实际上真正如果我们有一个测试的仪器来测试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打不打标 因为我们的心求的是什么 求的是人天福报 甚至有些人 人天福报都没有 明明糊糊地摆佛 明明糊糊地皈依 明明糊糊地认为 包括我们出家人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出家人 尤其只是把头发剃了 穿个 换一个衣服 这个倒不一定 你心态如果没有白症的话 这个谁的 警察也可以有时候剃光头 也并不是什么 剃个光头也不一定变成出家人 所以我们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就是需要有一种真正超义轮回的处理性 往生极乐世界也是肯定需要的 所以我想真的我们有时候 大乘法和小乘法的一种测试机来 我们测试出家人 测试居士的时候 我们的心态能不能打标非常难受 因为我们平时为什么皈依 平时我们为什么修行呢 很多心态都不是为解脱 只是为平安 不知道 美国这边真的不知道 你们的状况是什么样 但我接触很多佛教徒是比较人天诚 说起来可能不好听 很多人可能就不高兴 啊 你说我是人天诚 连圣文成都倒不倒 菩萨成都倒不倒 这样的话我根本不想听 但实际上圣文成的佛教徒是什么样的 啊 菩萨成的佛教徒是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没有这个条件的话我们明相上可以这么讲 明相上可以讲但实际上不一定能打标 我们发附地心非常重要 希望现在全世界很多的佛教徒我认为不能 表面上的佛教徒应该实实在在 我们内心当中有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这些戒定会 如果没有戒定会的话 我们比较空空的佛教徒 这是我们佛教徒的一个外壳 这没有什么很好的称呼 如果我们自己也可以观察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戒定会三个方面 虽然毫如烟海 博大精神 非常广大 但我们自身至少也是大乘佛教的个别教练 我前一段时间在加拿大说 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至少也是五十部经典和论典 你没有学完的话 我们还不算真正的比较忠上的佛教徒 我们学得太少了这是念一部经典 两部经典 这是看一个论典 看两个论典 就自己认为这样的话好像不够 我们的知识还要提升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这是极乐世界的第二个因 第三个因 第四个因就是要发愿 回想 也就是说我们做善事的任何点点滴滴 要想到这个往生极乐世界 如果我们没有很好地去经常观想 经常想 发愿 这样的话 往生极乐世界非常困难 就像你要去一个国家 你自己不愿意去 你自己不愿意在这方面争取的话 你不一定有这个机缘 所以我们平时要想离开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有这么多的贪争 吃荡 烦恼 痛苦如此多 我们要去一个清净地方 依靠清净的禅定和清净的智慧力 在天下无边的这些众生 我们去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度化 非常方便 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往生极乐世界的意愿 汉传佛教当中有一个叫做欧义大师 你们也知道吧 他也说过 他说 你如果没有心愿性的话 那么往生就是很难的能不能往生呢 主要靠你有没有心愿性 这是藏传佛教的说法完全是相同的 你如果没有想去极乐世界的这样的意念 那往生极乐世界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想很多人一定要自己发愿 发什么样的愿呢 也会能实现如此的过 其实我们经常发愿的话 即使非常普通的人 但是他在死的时候很安详的 以前我去过一个藏民家里 他们没有什么文化 但是他老年人马上要死了 当他还没有死的时候 他就说我从今天早上感觉到 好像阿弥陀佛的加持已经到我这里来 然后我要前往极乐世界非常安详 老人这样听到话之后 家里的人大家也很开心地等着 很开心地等着不像其他没有任何信仰的 有些人人死的时候所有的人也在哭 闹 伤心 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家里气氛多好 你看死的人他也觉得 今天一早阳光照进来的时候 依靠佛的力量我也得到了阿弥陀佛的数据 确实过了下午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 家里也是很安心地觉得他已经往生了 而且确实也是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往生的像 其实佛教里面很多不可思议的往生的像 我们很多人都是完全能做得到的 这样的时候有些人认为你们佛教徒对死很关心 其实这个死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人面对死亡很淡定的话 其他世间当中的很多事情没有一个不淡定的事情 因为他对很多人来讲是非常的害怕 甚至有些人根本不愿意提这个词 我都有些人提过你死的时候怎么办 别人特别不高兴啊 你不吉祥啊 不要提这个 其实我们要面对的 你吉祥不吉祥这是没有什么的 我们真的要面对每个人都是百分之百你要面对 那面对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方法 很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 而且很安详地离开光是短短的这个时间都不要紧的 你安详也好 不安详也可以 但是关键是我们将来的生生世世 不会遭到轮回当中各种各样的 这种生死的扭转和苦恼的确也是这个事 轮回当中的不管是那个世界都很痛苦的 我这次都是去了好几个地方 去中国的一个个别地方去澳洲 去加拿大 去美国 但是看到每个凡夫众生跟我们一样的 表面上有些虽然比较成功 但是实际上内心当中有很多的痛苦 随时都生起了哎哟 我们还是解脱是最好的 如果没有解脱的话 你长得再好看 你再富裕再怎么样成功的话 还是有一种希望 担忧 痛苦 烦恼一直在征兆 所以也许可能我的心态不知道跟大家相不相同 所以我们觉得在死的时候大家都是很安详的 而这个最关键是我们活着的时候还是要自己下功夫 像有些修行人那样我们真的是做不到的 我也很惊讶去年我们有一个学院的 有一个喇嘛出家了 不是出家了 他往生了 他往生的时候 只是好像那天我看到 丹洲佛佛的那个网站上面也说了 我以前也是采访过一些他身边的堪布 确实也说的都是一样的 有一个叫丹洲喇嘛 他是八十五岁 他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 他家产什么都没有 当时包括他的房子全部买了不到一万人民币 整个他所有的包括房子 他家里面的东西 但是他活着的时候是很快乐的 他八十五岁的时候离开 他当时跟身边的这些人都说了 我今年一定会死的尤其是我死的话 法王的纪念法会之前我会离开的 我们这边有一个居士林的堪布叫特尼堪布 本来特尼堪布有一天准备到家乡去的时候 他就告诉他说 你最好今天不要去不然明天之前我要离开 他就特意没有去 他不一定是他所得准 但是他想因为对他恩德很大以前来学院的时候 所以他就没有离开确实当天已经离开了 他离开过后所有往生的乡都已经圆满了 不过他确实在自己生前的时候也特别精进 他念了多少遍呢六亿还是五亿吧 五亿观一行走六个亿很多啊 我们很多人不要说一亿一千万遍都是 一辈子可能很多人都没办法的一千万遍 他六亿观一行走八十五岁的话 那每年不知道念多少 还有一百万普贤行愿品 好像十万三十五佛忏悔文报 我以前忘了我当时很真实的 因为他特别精进 每天都是我们以前法王面前发愿的 有一个序部大圆满的一个序 我也当时发愿了但现在出去的时候 每次都有时候念 有时候好像时间实在干不起 他每天都是念七遍非常精进的 他一早就起来这样的 最后真的我们看到这种现象和看到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一方面很惊讶 真正活着的时候下功夫的这些修行人 当死的时候他也是想走就走 非常自在的而且也是很安详的 没有什么痛苦 不像有些人医院里面得到病危通知 或者自己害怕死的时候 特别特别紧张 害怕 恐惧不是这样的 家人也是特别着急 可以到处都去 会不会他死了 他死了怎么办呢 真的离开的时候大家哭啊 老啊 其实我们整个人类的世界非常奇怪的 前一段时间我看到爱因斯坦他说过 他说他的朋友贝索离开了 离开了以后他说 我们这个奇怪的世界当中 他只不过是提前离开了而已 对我们来讲早就已经明白未来 过去 现在的俱悲 这些都是虚幻的 其实他好像也有点修行的境界一样 但是我都不相信爱因斯坦真的有修正的境界 他科学还是很厉害 他的头脑的确是 现在也听说普利斯顿还是在那个里面 过一段时间 我要去 可能在那个地方我们都看不到 但是我还是很敬佩这些人的智慧 但他有些话很有修行的 好像修行人讲的一样 修行人当中也是修行人境界比较高一点的 不像世间人遇到一点的时候 特别痛苦 烦恼 伤心 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很希望很多修行人 真正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很安详地往生 这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尤其是每个人最终临终的时候要面对死亡 有些人是按照汉传佛教当中通过念佛而往生的 有些人通过藏传佛教修破瓦 啊 自己的心观成阿弥陀佛的种子 青植 狮子等等 然后用厚 啪达 用这种方式 甚至有些可能死的时候比较偷懒 发生车祸 发生一些意外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会有一种往生 这个刹那 刹那往生的 也就是说一刹那间如果出现什么事情的时候 阿弥陀佛 马上把心融入到阿弥陀佛 这样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发愿和 我的信心 因缘具足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可以诚信的 什么事情都会拥有的 所以我们希望很多人有信仰的人变成真心 没有信仰的人你也去观察一下 我们这个世界上可能有信仰 才对自己的人生是有归属的 当然没有也是可以的 最关键有了信仰以后 我觉得需要理论系统的学习和实修的提炼 因为人生很短暂 如果我们每天都是恨恨恨恨度过的话 到死的时候什么境界都没有 跟完全普普通通的人一模一样的话 好像有点可惜 因为我们身边很多修行人 同样也是他们是人但是他们修得很好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修行人可能以包容的心态 同时自己也应该修一些具有窍诀性的实修法 这样之后传承上师和谦卑大德的加持和自己信心 这种因缘聚合的时候我们会今生也是快乐的 来世也是快乐的 好 今天我就谈到这么多 谢谢 阿森俱乐世界是真人的超级人的 这个道理轮回的唯一的非常简单的 这么一个这个俗胜的方面发门 人可以给予信心的认典钱呢 佛就是在哪里 要怎么理解佛在观无量寿经中提到 那个十年往生里的一句阿弥陀佛 您和包吾空性之后 下面就是问答环节 那个说到问答环节呢 我想起一个是 堪布呢 刚刚提到了爱因斯坦 其实堪布本身呢 对现代科学啊 像现代物理啊 量子力学啊 都有非常渊博的知识 那么对这个佛教啊 与科学的关系呢 也是有非常深的研究啊 和这方面的专注 那么呢 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大家的一会儿提的问题呢 也可以很广泛 其实上师呢 还是一个非常open 非常这个叫开化吧 那么就是现在的传法呢 比如说使用互联网 那么他自己呢 有这个脸书 Facebook账号 还有微博 天天发微博 那哪一天 没有发的时候 还要跟大家请假 今天发不了了 给你们拍两张照片啊 所以呢 大家的问题呢 也不要怕难 也不要怕广 这个越难越好 可以吧 上师 这个这样呢 才能体会到 这个堪布的智慧 好 鼎礼堪布 这里呢 有第一个问题呢 是一位朋友他问呢 和基督教相比较 佛教在教育 医疗 社会团体互助方面呢 其实要差很多 请问上师呢 上述到底是什么原因 佛教呢 他在什么时候呢 可以对社会上呢 就是说也像基督教 和其他宗教一样 他会也有所作为呢 这样啊 这个问题实际上可能跟西方跟东方的有些地狱有一定的差异 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认为基督教他们对做慈善 包括建医院啊 建学校啊 做很多方面他们是有优势的 而我们佛教没有这样的优势呢 我倒是这样这样认为的 一方面从西方国家的层面看确实也是基督教是比较多的 原因不管是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他们的主流思想当中 基督教祈劳是非常重要的位置 所以无论是现在的世界强国当中最要是英 法 美 这三个国家在西方来讲 那么这三个国家当中 基督教最早的时候已经进入了他们的主要位置 这样一来 现在的主流文化当中他的教育 包括我去很多学校的时候 在西方国家当中几乎基督教的教堂 在学校当中都能见到 而佛教也见不到 所以在这种思想和这样的社会 社会的特殊状况下 在西方社会当中的确也是基督教 建学校 建医疗机构等等这方面的人非常多 而且他们也是可能教育上面的研究比较少 只是在行为上做慈善方面具有善良 然后从另一个方面讲从东方社会当中 尤其是像中国在很多方面 虽然基督教也有这方面的说法 但是可能佛教应该是比较多的了 像我所在的甘蔗州大概有一百万人口吧 在那里建学校和建医院全部都是佛教的 而没有基督教 因为基督教几乎也是很少的 包括中国很多地方实际上现在佛教团体和佛教徒 做慈善方面相当多 这种情况下可能跟历史 文化 北京有一定的关系 同时他们的宣传和教育也有一定的关系 当然 以这个道理我想很多佛教徒也可能会引起一个思考 引起什么样的思考呢其实他们有这样的爱心和利他心 我们大乘佛教徒更要有 为什么 从教义上看 我们佛教应该完全能比得上他们的发心 我们要发无上菩提心的时候不仅仅是人类 还要我们对所有的众生 包括旁生以上 但是我想佛教比较好的方面 方生方面我们佛教比基督教放得多 这也是我们的优势 我们很多不管在哪里方生还是比较佛教徒 方生比较多 这也是我们的教义和还有跟我们的发心也是有关系的 对吧 定理 刊布 我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现在是属于佛法幼儿园的 刚开始修行 我每天在读科颂 早上读科颂 然后再读《莲花生大师心咒》 每次读的时候 我会一边读的时候 我会有时候想 哎呀 电话费忘了没交 谁费没交 过会儿吃什么饭啊 一会儿就是一边念的 一边念的还会有一些杂念 就是我如何来面对这些杂念 很好 我们做善就是胜 欲 义 身体的行为 欲言 心 我们作为凡夫人 行善法实际上是比较薄弱 完全所有的胜口义全部都成立在这样当中 确实也有点难 但是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意乐的时候 虽然中间会出现各种分别念 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 一边念观音心咒也好 念思心咒也好 然后课里面一直在念 但是心里面可能会想其他的 这种情况是有的 我刚才说藏地很多修行人 其实他们表面上念咒语 但心里有忽视乱想 不断的 这个也肯定有的 但这种行为正常的 问题不是很大的 应该我们到一定的时候 自己的心全部会受到正法的境界上来 但这个对我们现在来讲确实也是有困难的 我都有时候早上念诵的时候 我专门有大概接近一个小时的一个念诵 我在念诵的时候刚开始想 我不能有分别念 一定要念完 结果有时候大瞌睡有时候不知不觉已经念完了 怎么念完有些时候我念得特别快 自己也坏我可能刚才没有念好 可能念得不知道可能这种情况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每天都有这个心 没有间断 所以你比不念好比念其他的一些 做一些非法和恶事更好 所以我们在这些善事方面不断地去努力 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分别念 突然跳进来 这个时候我们有一种叫做正知正念 正知正念的时候你会想 现在正在念词心中 变化费和车的保养费这些就等会儿再说吧 我们通过这种方法来过滤的时候 到一定的时候 心会有很好的进步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更强的 慢慢慢慢会有一些转变 这是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的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 但是我还要努力这样下去的话 对修行有非常大的帮助 谢谢先生 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比较贪婪 我平时要工作很忙 但是我又想在三个月或者五个月 半年之内修完五家行 那比如说我在开车的时候 一边开车会一边念经 但我的心并不是完全专注在念经上 可能会想 哎呀要躲车呀 要等红灯啊 这样我在一边等红灯一边念 有咋念的时候这样念也可以吗 念到十一万遍也是有效的 可以 尤其是躲车的时候呢 躲念 现在很多修行人就是觉得 躲车是最好的一种修行方法 因为到了家里以后有很多硕士 一坐堵车的时候别人也就没有什么 所以我好好念经 所以很多修行人觉得躲车最好 谢谢先生 坎布慈悲 在汉传净土传承中 曾有古德说过一句 阿弥陀 说过一句 弥陀可以总设大乘法 而大乘法中空性智慧 占了很重要的部分 请问一句阿弥陀佛如何包含空性智慧 其实阿弥陀佛不管是念诵 观想 还有我们平时阿弥陀佛的名号 或者佛像呆在身上有不可思议的加持 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承诵四方诸佛的名号 还有个别人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 那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功德很大 你们不知道学过没有《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当中专门讲这方面的功德 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的名号确实是有非常大的功德 这一点说 有些人因为一念阿弥陀佛 比如说《绵花莲花经》当中也是喇嘛一称佛 以他的功德无始以来的罪得于小净 所以通过这种推理的时候名号当中 应该有阿弥陀佛的名号当中也包含空性智慧吧 本来阿是无声的意思 无声都是空性的意思 阿弥陀佛应该是翻语当中 无何美 无量光 无是阿的意思 阿是翻语当中是无 无的意思 弥陀是无量光 量光是弥陀的意思 所以说 无 阿是也有无声的这种 从音方面讲有无声和空性的意思 虽然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但是我用退理的话应该可以 阿弥陀佛当中也包含无量的这种法门 坎普您好 这里还有一个师兄他有问题 就是说 请问汉传的持明念佛与藏传的破瓦法 还有阿弥陀佛灌顶的修持究竟有什么不同 藏传净土法和汉传净土法究竟有什么不同 如果我是一个汉传的净土修行人 是否需要通过灌顶来把握我的往生 汉传当中的持明念佛 还有观想念佛 观想念佛 这些方法实际上怎么讲呢 念佛的念它有两种意思 有一种念是意念观想 观想佛 我以前关于这个问题已经分析过 其实现在很多人说念佛 念佛的话 我们光持诵佛号 念诵佛号 很多人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观想 观想佛可能更重要 按照汉传佛教来讲 也是念佛当中的持诵佛号也当然有功德 但更重要的 我们心里面观想阿弥陀佛 这个更重要 然后藏传的往生法和阿弥陀佛的这些灌顶 这些灌顶实际上是藏传当中有显宗的修法和密宗的修法 然后密宗的修法当中有灌顶的修法 而藏传佛教当中的显宗的修法当中没有灌顶 你们可能看过《极乐愿文》 《极乐愿文》当中怎么说的呢 王马脱平 论的荣 虽然没有灌顶 也可念诵 所以他的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虽然《极乐愿文》的法是藏传的净土法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即使没有得到灌顶也可以修 也可以念诵 所以他的灌顶并不是因为藏传佛教的原因要灌顶 因为汉传佛教的原因不灌顶 其实不是这样的 如果是汉传佛教 我以前看过唐密当中也是一些往生法 如果我们要看一些唐密的往生法要修 其实按理来讲 汉传佛教也需要灌顶 因为汉密是密宗当中的外戏部的密宝 外戏部的密宗按要求讲也需要外戏部的灌顶 只不过汉地可能刚开始都是没有这样的灌顶的传动 但按严格要求也应该需要这样的 我刚才忘了今天学院念诵的阿弥陀佛的仪轨 我这里给大家传一下也是一个缘起吧 现在他们正在已经念诵的时候刚才应该三点钟开始 我看了一下我们这里的三点钟 他们早上七点 七八点钟 他们正在今天是第一天的 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也算是参加共同的发愿 希望你们如果有兴趣念阿弥陀佛的信咒 多念一些我不敢说念三十万遍 你们随便来说三十万遍你们因为太忙了 其实你们也不忙你们很多人修行的时候说很忙 到处去旅游的时候你们一点都不忙 你们去过很多地方到处都去消费 因为你们也不爱存钱 跟美国人一样的 不过你们还是爱存中国人大多数是 经常去旅游这个时候很多人说我不忙 然后修行的时候我太忙了 不过忙 忙不忙 心忙 身体不忙 我给传承念一下 一样一样,我们应该不 airlines 要什么要递家 一定要先识驻 我们要向你沟长 如果你们再来 看到他们的消费 我们必须需要 我们应该需要 我们可以 没问题 remove 我们 我们 我甘有して歧闊刀但是我不是都 fault了 我找好了 Rate me 來 curve 把你 低,回��在我的手法 我的屁еб道就好,我曾經吃的 我已經有接了我的生氣 我只是想不爺 我會去能繼續的 curt 我没有想问啊 这样的话 这都说得到一些 在这些全部都说 我们阿们的哇 阿尔斯特洪士 我们在这里问你 我们阿们的哇 阿尔斯特洪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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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阿尔斯特洪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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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八五 从今天开始你们有些可能比较虔诚的 也是关于在这方面有兴趣的话 好好的自己也多念阿弥陀佛的行住 我们那边是三十万遍 其实我们共同这样发愿的功德力很大 你们也通过网上或者其他地方看一下 那边特别特别多成千上万个人集聚在一起 大家一心一意的也有汉族 也有藏族 也有其他民族的大家的发愿 功德 因为这么多的僧众一起发愿的确实也是非常难得 自己也结上一种善愿 有时候我们的善心很容易消失 有了善心 有了因缘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珍惜 其实人生当中的改变有时候可能一位老师 他说一句话或者说一堂课 一个因缘就是转变你的一生 因此你要发愿的时候一定要用一种特殊的因缘的时候 你要不要放过你的这种机缘 因为一旦这个机缘离开的话 在茫茫的轮回大海当中很难见到的 这种因缘确确实实是非常需要值得报 现在有些商人经常说 现在是个机缘成熟 是一种商机 很多人是这样的 但其实这样的商机也随时都会出现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佛的善愿的机会 确实在我们世间当中我觉得特别难得 因此希望以后应该在一些特别殊胜的机缘的时候 自己要争取 大师 你好 在我成长的经历中我的老师告诉我 人人生而平等这种平等是人格上的 人的权益和义务上的 人的发展和机会上的平等 但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 我和许多朋友同学认为人不是平等的 因为先天的天赋也好 父母的给予也好 后天的机会也好 都是因人而异的 是不平等的 我想问佛教系统中 对于这种平等和不平等有怎样的看法 嗯 好像你说得很好佛教也这样承认 平等和不平等 这样的 佛教当中对哪些方面平等呢 其实我们每个众生离苦得乐 也就是说远离痛苦 获得快乐方面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 佛教认为所有的众生都具有如来藏 有善发挥的资源 如果每个人去把它瓦解 利用的话 这种潜力是每个人都有 因为有些人被障碍已经覆盖了 所以你不能如理如实地把它瓦解出来 这就是平等的地方 每个众生都是将来也可以成就 现在也有这种潜力 但是在不平等的地方 刚才你也讲到了 其实因为业力的不平等 同样的两个同乱的双茅胎 但是刚生下来的时候 父母给他给予的是一样的 但是他一个是聪明 一个是不聪明 一个是有病 一个是没有病 同样的我们家庭当中的孩子 虽然父母刚开始可能一样的 但到最后不一定 父母也给予都是一样的 他自己也所得到的 也不一定是一样的 这就是我深信他们前世的业力不同 因为如果前世的业力也是相同的话 包括现在有些生物学家讲的是所谓的基因 所谓的基因等所有的因缘 即使再相同的话 但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造语和他的智慧和一切都是不相同的 所以我们佛教认为每个众生的 公义是相同的 但是子业 个体的业是不相同的 这一点有个非常深深的道理 因此有些人再这么样努力也是 恐怕你前世当中有一种命中注定的 虽然佛教并不是承认 所有的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 但是有个别的 前面所做的因 一直在你的今生当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 在将来的成长过程当中 有很多自己无法预测的事情会出现的 所以你们可能会想一想 原来在同一个教室里面的同伴同学 当时好像认为有些是很优秀的 有些并不是 但后来有些人不知不觉他有很好的给予和前途 有些人不知不觉他越来越堕入深渊 甚至有些遭遇非常可怜 所以我们特别要值得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道理 从一个家庭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同伴同学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社会环境当中也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这就是不平等之处 请你善布 你好 善布师傅 请问什么叫做五加行 五加行是这样的 一般藏传佛教当中 因为修行密法次第比较多的 那这个次第当中它前面有五种最基本的条件 修行方法最基本的这种条件 五种加行里面我们平时皈依 发菩提心还有顶礼 然后供曼扎 忏悔 一般来讲我们现在讲的这五种加行 这五种加行修完了以后你再加入真心 一般来讲 加行 真心 后心 有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当中前面的这五种加行 要进入真心的一个阶梯 今天我们讲净土这个话题 那其实净土 新净国土净 其实净土是在我们的新念当中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事实上是新清净的一个感应 那我记得就是有一部经里面就说 西方极乐世界是以上善能等相聚一处 如果心念没有调伏的话 可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 因为我记得我有读过你的一本书是叫《不离》 其中有这么一段就是法王路易宝说 如果有人念那个一百万遍的阿弥陀佛心咒 既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念一百万遍的阿弥陀佛心咒 这说明心已经调伏了吗 为什么就是说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新的感应 并不是说一个数量的一个 等于你达掉了一个数量就可以去了吗 那怎么样来理解法王路易宝的这个寿记 就是说念一百万遍的阿弥陀佛心咒 就一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我在《不离》这个书里面你刚好能看到这段话 但是在这个当中法王紧接着说 有些人说堪布金米蓬仓说是 只念一百万遍怎么通过一种 念一百万就能往生极乐世界 然后法王紧接着讲你到时这个文字再看一下 这里面说意思就是说他能念六百万的话 实际上我们念一百万汉文阿弥陀佛的这几个字 如果用赞文的话 顶礼 供养 皈依 如来 处有慧 山世无量光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有这么多字 这个念一百万原来法王说的是一百万 而且它有两种原因 这个《不离》的书里面也讲了 它一个原因我们要修任何一个法 要传承上师的指点还有佛经的依据 佛经的依据说若人念佛号一天一日 两日 三日 四日到七日念佛号 往生极乐世界有《弥陀经》的教证 然后他的上师是观音上师还有喇嘛露主 几个也跟他讲过是念这么多的话 将来能往生有特殊的金刚手机 所以你再看看《不离书》里面 法王其实也讲了这样以后 虽然它是一种数量 但是这种数量有时候到达一只小国的时候 跟我们心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说开飞机本来它是一种技术上的东西 但是它也是要求你在那里要坐过两万个小时以后 它要达到什么样的技术的要求 所以有时候本来是一个技术的东西 但是这种技术到一定的时候你就可以过关 这是一个技术和心训练的方法而已 实际上这个数量还是跟我们平时的锻炼 增加一种包括修五十万加薪也是这样的 为什么非要五十万而不是六十万而不是三十万 有些人可能一百万都是不一定能修成 但基本的这个要求就是这样的 那就是我理解是一个量变到自变 有个四一心不乱到理一心不乱这样一个过程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 往生净土 刚才那个看部说 往生净土需要很多的条件 比方说明观福田 集资进上发菩提心跟发愿 但是我们要怎么理解佛在观无量寿经中提到 一个十念往生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十念往生并没有说此人 就是平时有明观有修心 平时有集资进上 他是一个恶人 那一个恶人在临终之前 只要清净十念发愿 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应该怎么样正确地去理解 谢谢 实际上我们在观经的最后部分就讲过了 讲的时候就是三平往生 下平往生虽然通过这样的念佛也有往生的 这个是不否认 也有往生的 但我们在这里一般来讲大多数人 普通人来讲 应该是需要这种极致经长才能得到的 所以我们这里平时任何的一个世间的一些 包括一些学校的考试或者任何一个招生的话 各个学校都有不同的要求 也许可能提倡十念往生的人 如果觉得确实是依靠这种方式来 通过念诗变 念诗句这样能往生的话 他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但是有些因为所谓的光念诗句 好像还不能到达这种境界 在这种情况下 他为了提升这样的要求 他会在上面付诸的条件比较多 所以我们可能有些包括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每一个上师的要求有不同的 但有要求不同的时候 我们不能认为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假的 全世界学校的招生或者很多方式方法都不相同的 但实际上各有各的合理的 各有各的一些他有他的解释方法 所以所谓的十念往生 我觉得可能太简单了我们凡夫人可能没有把握 虽然我也讲《镜头无尽》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我念十句马上往生的话很好的 但是我们平时做得太差了也没有那么简单吧 十念往生太简单了 这样如果能往生 可能自己不下一点功夫可能不行的 所以我虽然知道十念往生确实也是很好 但为了达到这个 就像欧义大师也好 包括慧远大师 他们是什么样呢 他们是往生 他们的十念往生非常重视站着往生 包括现在很多人称名佛号 七天七夜都是不睡觉 有些也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的往生法门在汉地来讲 也是各个的这种注释和荆重大德的 每个人的这种行为和传承都不相同的 这是可以理解成根基不同 是不是 OK 可以 可以 好 您好 您刚才在您的开示中 提到接近五无间罪 我想请问接近五无间罪 这是往生的障碍还是不能往生 无法往生的概念相违背呢 请请慈悲开始 应该不会的 因为前面的这些障碍 遣除障碍的人来讲 他有一年往生的这种机遇 如果他前面确确实实是造了 这个谤法罪或者说有无理罪的这样的话 后来虽然依靠这种方便方法 但是往生是无有是处的 因为《极乐四十八大愿》里面 非常明显的说明 上师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在密城有诸多本尊 诸多本尊也有他自己的净土 那我们往生的时候是否应该 只是发愿往生阿弥陀佛的净土 还是我们也可以发愿 自己修学的那位本尊的净土 每个人都可能对净土的理解 和净土的信心都不相同的 所以密宗当中有些也是 发愿往生到无尽刹土 哇 还有其他刹土的这种也有 当然从一种说法来讲 实际上极乐世界的部分 极乐世界对其他刹土 也是通过神变和神通恰那间 可以前往运游这些清净刹土 然后返回记录国土 所以应该是不相为的 上师我还想请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修学的时候 如果是初学者的话 应该是先升起菩提心再去修学空性 还是说先应该有一个空性再去升起菩提心 这个是寂天菩萨的《学集论》当中 有引用一个佛经的教证说过 有两种人 有一种人先对一切众生生无常的菩提心 然后逐渐逐渐对空性法门产生智慧 这种情况先升菩提心 然后升空性的智慧 还有一种人先对万法的空性 又产生极大的信心和定解 产生智慧之后 依靠这种证悟空性的力量 或者说了知一切万法真相的力量 对无量无边的众生产生悲心 然后产生菩提心 所以我记得在《学集论》 你们方便的时候 其实汉文当中有《学集论》 《学集论》当中有两种情况 这两种都是恒例的 因为众生的边际不同 有些人容易产生智慧空性 有些人产生大悲菩提心 因此他的前后都有这种情况 康布您好 因为大家都是问佛经上面的技术问题 我有一个现实的问题 现在康布您也看微博 大家总说一边是马云 一边是星云 马云我也见到过 所以当见到马云的时候 我就像打了鸡血的一样的 觉得雄心勃勃 那么一面是星云大师 星云大师我也见过 那么见到星云大师的时候 我可能又觉得 所有的这些一切都没有意义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总是这样的 那么同时工作中也是这样 当你在工作环境中 你可能要应对各种问题 那么它要求你全力以赴 另外呢 但是有的时候你得不放弃家庭很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是困扰我很久的一个问题 康布从您的智慧上来看 您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这个是马云还是星云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觉得我说既不是马云 因为没有他那么多的钱 他现在成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72位之一 所以他的影响主要是金钱为主吧 就是阿里巴巴 但我也不是幸运了 他现在年龄就比较高了 而且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也是弘扬佛法 道场也相当多的 我也没有这么多的福报和能力 但我不是马云 不是幸运的 中间有一条小路 这个小路是什么样呢 我的以前老师说 他说 摩尸祭道 勿扰他心 意思就是说 作为一个人 应该有自己的一个正知正见 不能随波逐流 即使见到世间人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心之勃勃 我要去 我也有这种感觉 最近我在有些学校里面见到科学家 见到科学家的时候 他们也谈到生物学 也谈到物理学的时候 我很有兴趣 我好好地去研究研究 很有意义的 然后我有时候看到一些修行人 他们一直住在一个寂静的地方 什么万物都放下来 过好几年 几十年就这样 我想 我应该把所有的事情都全部放下来 我要像他一样 好好地去寂静的地方去修行 但这些都不现实的 对我来讲 我还是要自己 适合自己的一个路 也不能太世间化 也不能太出世间 太世间什么不管的话 我觉得现在一个很好的机遇 有些机遇我们应该要抓住 但也不能太世俗 跟着太世俗的话可能短暂的生生当中 也不一定有利的 所以法王的这句话就是不要舍弃自己的道 自己应该有自己的智智之名 同时最主要的原则不是菩提心 要利益众生 如果利益众生 即使当马云也好 即使当明星也好 即使当甚至真正对众生有利的话 我看到一些印度大成就者的故事 即使在世间当中很容易受到讽刺的一些人物 如果对众生有非常大的利益 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 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因此我希望你应该用自己的智慧来观察 也不能舍弃很多的机遇 但是也不能舍弃自己的修行 这两者都是对自己来讲也非常有意义的 鼎礼刊部上师 请问在思维无我的时候 思维到最后生起感受的时候 会发出谁要修行 谁要成佛的疑问 请问这时候应该如何思维 对 我刚才可能前面引发问题的时候也讲过 我们从深意的观察的时候 确实我也没有 修行者也没有 轮回也没有 涅槃也没有 天堂 地狱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也不存在 这是诗相 无物质的诗相观察的时候 但在现象当中 在世俗当中 在名言当中 所谓的我也是存在的 往生者也存在的 受苦者也是存在的 这两者是不能混淆的 现在很多的佛教徒 无我跟世俗当中的修行两个成矛盾 其实这个我们要学一下中观 中观是觉在深意的当中空性的 而没有任何一个藏传佛教当中 非常著名的麦彭仁波切 他是怎么讲的呢 他说 任何一个中观派也是没有破现象的人 意思就是说 我们觉在空性的时候 任何一个人不会破坏我们名言的存在 那么这个时候我也不用担心 所谓的思维无我 我是存在 不存在 在思想当中的确也不存在 如果我们思想当中去观察的时候 今天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场合也不存在 人也不存在 我也不存在 包括灯光全部都不存在 这种不存在并不是我磕头上说的 实际上我们真正去一个一个地观察的时候 那么这不仅仅是佛教的一个观点 我们这个量子无理学家他也是现在这样认为的吧 他就是觉得是一种错觉 未来过去现在时间也是错觉的 概念也是错觉的 空间也是错觉的 然后到了物质上的时候 那物质是不是错觉呢 物质也是现在很多科学家 包括现在南萨科学家没过的 他们认为我们现在的物质世界 这是一个分别念的幻想 构造 它的一种设计 假象而已 实际上真的通过他们的一些时间 他们没有接触任何中观和佛教的道理 但是通过他们自己的思维方式 我们现在的现象 这是一种假象 事也应该是 我们说这是桌子 那这是桌子的话 到底哪一块是桌子 我们就把综合桌子 我们就一个一个分下来 这个讲座最后的确连一块儿也是找不到的 这种现象很容易的这个道理我特别希望 我们很多人可能年轻的时候要学 中观根本会论 中观庄严论 中观如中论 四百论 这几个中观我希望你们应该学一学 当然学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可能有一点难 但是你学完了以后才知道 原来佛教在哪些情况下是无恶的 哪些情况下是有恶的 那么在我们明眼的思想当中 我们强调不能说是我不存在 华言经云犹如暗中宝 无灯不可见 佛法无人说 随会莫能解 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感恩尊贵的索达基看部任波倩 不远万里从雪域高原来到洛杉矶 为我们带来甚深的教诲 也希望大家就此与堪部结缘 今后可以精进的文思佛法 让自己的心清静 让我们周边的国土也得以清静 所以让我们大家再次起立 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并恭送刊部任波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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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